大家好 反正没事干 就多录几个视频吧 把车停在这里 看着这个字 Right lane must turn right 右转到必须向右转 Right 其实是右边的意思 也是正确的意思 正确的路 就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Right lane 其实如果正确的路的话 他不能说lane 他要说path Right path 路途 就是指引自己通往正确方向的那股力量 一直引导着阿民做出一些匪夷所思 让众人不能理解的一些重大决定 做这样的决定 需要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这个力量来自于神 是神赐给你的力量 人都是懦弱的 我们去哪里找力量呢 从内心的神 神性中去寻找力量 我今天想说 我今天想说 我不想 因为我昨天完成了洗礼 在座的有差不多 我没有数数 三四十号人或者四五十号人 都是白人或者白墨 他们又不认识我 却在帮我 却在见证我的洗礼 在洗礼会上 在洗礼之前 听着那些圣歌 因为在教堂的活动 经常会听音乐 非常舒缓的一种音乐 听他们唱歌 听着听着 我情不自禁的 居然流下了眼泪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人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去做个洗礼 居然还会流泪 我也不知道 我这是装逼的表现 还是刷着内心的流泪 反正我感觉美国人 这么多白人 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压根不会想象 这么多美国人 会见证我的洗礼 我又不认识他 他们一个一个的 过来和我握手 Congratulations Perfect 然后呢 我还用我的憋脚英文 做了一次演讲 用英文演讲 这一切 是在中国生活的我 所不可想象的 这个是我可以说 突破了很多中国人的瓶颈 和想象力范围 有几个中国人 可以在没有任何中国人 见证的情况下 独自一人 跑到一个纯白人教会去接受洗礼 然后还在上面 发表一个英文演讲呢 虽然在很 虽然在另一部分 中国人看来 这没什么 这种屁事也值得你去说 你太low了 但是作为二名而言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这是我第一次 当着几十号白人 用我的憋脚英文去演讲 但是我的英文发音是很 American English 我不是那个 British English 我没有英式发音的口音 我是美式发音 所以他们听我说话 是听得很懂的 我想说 他们都很宁静而想 在周日的时候 牺牲他们的时间 来参加我的洗礼会 然后呢 对照一下阿明自己 我录的节目 大部分都是义愤填膺的 在骂人 在用一种暴躁的 暮空一切的 狂妄的 愤世极俗的一种口气 在录着我的节目 这也是我因此 而遭到很多人喜欢 也遭到很多人不喜欢的原因 因为我的特点 太过于尖锐 太过于明显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美国人都很心平气和 即便是这个 即便是在我生活在 一个纯保守派控制的城市 我生活在Termicola这个市 它的市政官员 清一色都是共和党人 保守派 而且是一个traditional 很传统的一个地方 我又加入了一个 如此传统的一个宗教 而且里面又没有任何的 亚裔 有一个亚裔 还是从香港到新加坡 然后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马来西亚人 还是新加坡人 还是香港人 还是美国人 我不知道 但他是一个亚裔 他说恭喜你啊 你的加入非常至关重要 因为这里还没有亚裔 还没有亚裔和中国人啊 你是我之后的新加入的一个 所以对于我而言 是一个小进步 小突破 我想说回归神性的话 我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一点东西 他们不会像我这样暴躁 暴跳如雷的指责这个 讨伐那个 他们很宁静很祥和 那我为什么永远要活在这份 暴躁中呢 其实对我并不好 不管支那这个国家 以及支那人这个人民 他多么的丑陋 多么的corrupt 腐败腐烂 道德败坏啊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我天天去接他们的伤疤 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好像你遇到了一个无能的人 你天天讲你真无能 你真无能 你的无能是怎么怎么 你无能是怎么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因为上帝在造他的时候 就把他造成了无能的样子 说白了就是啊 能拯救他自己的 也只有他自己 他不想拯救他自己 他也就是那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既定事实 我天天拿出来说 又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就好像我之前 我说我不想看文昭的节目 我不想看江峰的节目 因为他们一直在重复一个简单事实 就是共产党 是一个邪恶政党 如何如何如何 有什么好重复的呢 这不是说把在那里吗 他已经是邪恶的东西 对不对 你天天讲有什么用呢 死是死啊 死是死 死就是死嘛 对不对 你天天说又怎么样呢 就好像我现在已经得出结论 言简地 你大天朝大忌国 是无药可救的 因为根源于根源的原因 不是习近平 不是共产党 不是制度 根源于在于 你们两千多年以来失去了信仰 你们背弃了神明 你们道德沦丧 一个道德沦丧的种族 他不可能能孕育出一种什么好的制度 不可能 所以说日韩台的制度是西方植入的 香港之所以是那么美好的香港 是英国植入的 中国只有等外国人植入才能做 但是中国这么大 谁可以植入 所以中国只有分裂 让他们让国际社会共管 一个人管一个摊子 法国管一个摊子 英国管一个摊子 美国管一个摊子 拆散它慢慢植入 从精神上让中国回归神性 回归神明的管辖之下 让他建立起诚信道德 建立起契约精神 那中国人就有救了 但是在理论上 这个都不现实 实际上也不现实 所以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会发生 既然这是一个既定事实 我每天去发牢骚 我每天去发脾气 指责他们 讽刺他们 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又能得到什么呢 又能改变什么呢 是不是 只会一次一次的向别人展示 阿明你这个人心态有问题 你有点变态 你有点极端 你有点法西斯 这个那个 何苦呢 所以我希望我以后 我不想再谈及更多的 来自于自那国的事情 因为每次谈及 只会令我愤怒 我觉得我早就跨越了 愤青这个阶段 我没有必要再为 这个事情而愤怒了 都放下吧 你们爱咋咋地 我没有必要去提这个东西 对于那些狗屁不通的那些人 我直接拉黑就可以了 我想尽快的回到神的身边 尽快的回到我 尽快的回归我内心的安宁 做我阿明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样子 就是很善良的 喜爱动物植物的 喜爱琴棋书画的 是不是 一个 一个好人 一个令人喜欢的人 一个人间人爱 像我小时候那样 白白晶晶的一个小伙子 白白晶晶的一个小男孩 邻居都夸 亲属都夸 就行了 我不要天天骂人 我不要天天用这种 很暴力的口气去说 不要这样 我想回归我内心的心平气和 在美国我可以这样子 好了 我想把 那个 引导阿明变得暴躁的那个 那个自我 抛弃掉 慢慢回归一个 很良性的 很愉快的 很平静的自我 如果能做一点善事 如果能积一点福 能传一点福道 就像阿明之前在节目里面 分享这个分享那个 很多人说阿明 你改变了我 很多人说阿明 因为你的视频 看你的视频 促使我做出了人生重大决定 阿明因为我老婆 他妈跟我狗屁不通 我把你的节目推荐给她 她看你节目以后 她就改变了 所以我的节目多少多少少 还是激励一点德 传一点福音的 所以呢 未来我能做点善事 我就做 我能帮助一些人 我就帮一下 我能改变一些人 引导一些人 我就引导一下 除此之外 我想我还是不要去 天天去骂人 骂骂烈烈的 不好 大家一起监督我吧 如果我犯贱 又变成了那样的人 大家就骂我 你说你狗屁不通 自己说的事情 自己又违背 还是让我们争取 让每一个自我 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自我 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不要让这个烂的那一面 经常展现出来